简的故事 明快版 简26岁 刚刚在科布科公司人力资源部找到了份工作 所以8月份搬到了诺丁汉 公司的英国分部赢得了数项大合同 帮助实施政府的大社会计划 所以公司是英国目前为数不多的一家还在扩招的企业 简在莱斯市场区租了间新公寓 崭新明亮 而且配家具 面积像个大号的鞋盒 简搬进来时 看到功能商伊莱特拉公司的来信 便马上打开来看 信里说 公寓里安装了内置能源监测工具包 能实施通知伊莱特拉有关简的能耗情况 信里还提出了几个能源计划 共简选择 每个计划都配有通俗的解释 简选了一个 但一个月之后 伊莱特拉打来电话 说能源条例规定 他们必须根据能源的能耗数据 为他尽量提供最便宜的方案 根据他们目前所获取的数据分析显示 如果简采纳另一个计划 可以帮助他节省10% 因此 简很多疑患 新计划包括安装能源管理及只猫 这个平板装置和公寓里的能源监测系统同步 由一只动画猫提供建议 能源便宜时就让简多用 而高峰期时就让简少用 之后的两个月 简奇怪地发现 自己竟然喜欢上了这只可爱的小猫和它的建议 简本来就是喜欢提前规划的人 所以很快就习惯了 在极致猫说能源最便宜使用店 每当他按极致猫说的做 小猫就咧嘴笑 并发出满足的呜呜声 他甚至发现 自己盼着极致猫 鼓励他在电费便宜的时候多用 感觉自己就像在拿免费的东西一样 这段期间 简的办公室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的商业园 附近没有公共交通停靠点 简得买辆车 他选了电动车 很贵 但样子超酷而且环保 同时 自己也不需要担心不断上涨的油价 所以车很快就开始回本了 通过加入伊莱特拉公司的智能车计划 可以让他们在简不用车时 把车的电池用在别处 而且充电是免费的 开着时髦安静的新车上班 成了简美好一天的开始 一月份 简的新男友凯文开始经常过来住 他的公寓在城市的另一边 两人喜欢食客都粘在一块 急只猫发现能耗情况变了 建议简打电话给伊莱特拉 因为原来的计划可能不再划算了 合住增加了能耗的需求 而且凯文不爱规划 也不爱听一只奇怪的小绿猫 告诉自己什么时候该洗澡了 伊莱特拉热线的接线员 建议凯文把他公寓的能源计划和简的合并 凯文觉得这主意不错 简可以继续按原来的付 而凯文会另外收到一份账单 支付超出的那部分 凯文继续无视急只猫的建议 而且还把他称为怪猫 因为凯文会为自己的能耗买单 所以简并不在意 最后皆大欢喜 连几只猫也笑了